每次当我组织去爬山的时候 特别是在过河的地方 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踩着石头 跳着石头跳着过去的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 踩着石头上滑了一下 你的脚你的鞋子很可能就沾上水了 就跟我说 这时候我的鞋子明明是waterproof的 但是为什么我就这样子那么一点点水 那个水就可以湿到我的袜子里面 到底我的鞋子是waterproof 那是真的吗 还有就是另外一种情况 我当我下小雨的时候 很多参友都是很自豪地跟着我说 他们的鞋子 我的鞋子是waterproof的 我的鞋子都是waterproof的 半个小时15分钟后 居然已经湿透到袜子里面了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说waterproof的鞋子变成 waterproof的鞋子 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失 以及缺乏清洗和保养的过程 而导致鞋子表面上堆积了很多灰尘 很多污垢在那边 然后你的脚流汗了 里面那个尘部也堆积了很多那种缘分在那边 导致你的鞋子waterproof的性能就已经被损害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教大家怎样去清洗你的鞋子 以及做后续的保养工作 Let's go 让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想让你的鞋子长时间保有waterproof这个功能的话 你就需要经常的做鞋子的清洗与保养 很简单 首先我们必须要准备清洗鞋子的工具 有这个一盆清水温水然后这个小毛牙刷然后这个软毛刷两毛巾还有这个防泼水机还有一个海绵 首先就必须要把鞋子的绳鞋带给解开 OK把这个鞋带解开过后 接着下来就是把你的鞋垫给拿出来啦 鞋垫拿出来过后如果是鞋垫比较暗脏的话你就可以用你的勺子再加点小肥皂水就把它给刷刷刷刷干净过后拿去崩干那就行了 如果是你的鞋垫不是特别的暗脏的话上面只有一点点灰尘成堵之内的话你就把它清洗干净就OK了接着下来就是把里面有的沙尘啊 或者是小沙粒啊或者是小树叶之类的东西全部给倒倒倒倒出来接着我们就开始清洗鞋底鞋底上如果是去涂 乌乌的时候你踩刀的黄泥一般上在马来西亚的情况他都会粘在你的鞋底上面如果时间长时间久了回来回到架构后 他这个黄泥就很快就变硬了所以在鞋底有黄泥的话我们就用小牙刷弄点水然后就把它给擦擦擦把鞋底的黄泥把鞋底的沙粒成堵给擦干净 接着下来我们就是要清理鞋面的胺脏这些鞋面的这种占有灰尘的情况你要把它清理一下啊你可以用这种软毛刷然后蘸一点你这个温水这个温水的温度哦啊最好是不要超过40度也不要低于30度大概在30到40度左右然后就可以开始用毛刷慢慢的啊轻轻的就在这个鞋子上面啊把它擦一下清洗干净 它的灰尘或者是尘土之类的东西 清洗完毕鞋子表面上的安干东西过后接着下来我们就是用一块干净的布把鞋子表面上的水稍微的吸一下 清洗内部的保养首先需要用一块干净的布然后把它弄湿沾点水 不给弄干它的水然后就可以把它稍微的擦一擦把它这个盐分给降低擦一擦就OK了 好这样子擦一擦把里面的盐分呢我只是那种灰尘给它稍微的擦擦干净就好了 然后这个鞋子我们最好也是可以把它啊量个20分钟左右让它的水分稍微的再干一点过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打上这个 防水防泼水层呢鞋子表面的这个清理工作做完了过后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涂上这个防泼水层 修复它的防泼水功能 如果这个防泼水层你不去处理的话时间的洗涤过后啊这个防泼水层会慢慢的退去慢慢的失去效果 所以当我们洗完鞋子过后清理干净过后一定要再修复它的防泼水层 那我们要怎样去修复呢首先你啊这个你可以使用它的防泼水层喷雾 因为我这个是切媒的所以就是可以使用这个防泼水层喷雾如果你的鞋子是皮革的话你最好咨询一下你的厂商或者是 啊户外店去不需要涂上那个 啊 皮层膏这个防泼水层均匀的 噴洒在这个鞋子上面 接着就是用一块海绵然后把这个防泼水层稍微的这个均匀的涂抹在这个鞋子的表面 好 涂好了过后可以放到这个通风的地方拿去给它凉干 千万不要拿去晒也千万不要拿去烘干要不然你的鞋子就已经是完蛋了 不去爬山的日子就要把它收藏起来了 那要怎样去做这个保养呢 这个鞋子 如果是你有包子干包子或者是能够支撑鞋型的东西的话 你都要把它塞进去 因为你放包子放干包子放 这种子的话就可以把它鞋型撑坐起来 同时 也可以吸收他这个水分 还要鞋子还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 分享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的觉得有用的麻烦 帮忙分享出去 以及点赞 谢谢 谢谢